诗人张默、亚旋、洛夫在1954年创办了台湾诗刊创世纪 今年刚好满一甲子 最近在冀州安展出60周年的封面和诗人手稿展 当年的创办人亚旋和张默都亲临现场 回忆当年三个创办人都在左营当兵 亚旋就说为了筹措诗刊的经费 三个人当时是身上当票最多的兵 他们常常引用西方哲学家的话说 当你的裤子包容你的思想 亚旋还说电脑跟手机现在这么普及了 未来是诗的时代 诗人亚旋现场朗诵如歌的行伴 这天是诗刊创世纪60周年特展开幕 邀请诗人朗诵自己的诗作 创世纪创立于1954年聚集许多对文学诗歌喜爱的同好 也提醒年轻诗人 当年的创办人洛夫亚旋以及张默辛苦经营 自办刊物资金不足销路不好 还到处碰钉子 长期旅居居海外的诗人亚旋 回想当年创办诗社 过程虽然辛苦 但绝对是台湾的骄傲 而如今现代的生活更迎来诗的时代 诗的短小正好适合现代生活 所以将来我们在手机上 传一个短讯的话都用诗来代表了 将来是个诗的世界 你想想看 你写个小说在电脑上不行 就花时间 但是几句诗像短语一样 诗这个绝句写了就传过去了 创世纪特展展出诗人珍贵手稿 包括洛夫诗的葬礼 管管的河 雅贤的儒歌的行版 现场也展出180期的封面 以及当年出版的诗集 看清诗刊的蜕变与成长 他重要的就是有编辑每一次不一样 那每一个主编他有他的理念嘛 所以创世纪就这样在那里面 一直变一直变 就产生很多冲撞 撞出火花出来 台湾文学的骄傲 创世纪未来还要继续开创 下一个辉煌时代